EDU 2018 MIT UEFI作为系统的安装 我们用虚拟机来模拟测试 我们的系统设置是预设为启用UEFI 我们在存放装置的时候 使用的是EDU 2018 MIT 9月16号这一个ISO 我们设定好之后启动 这边就会看到UEFI的系统画面 在安装的时候一般会建议你先把网路卡停掉 以免他又上网拉了一堆下载一些更新档案 这样会可以加快系统安装的速度 那等你安装完之后 需要再做补丁或升级的 再手动更新就可以了 好 使用 ISO 开始了 这些机经过一小段时间 我们这是虚拟机 所以效率上也会稍微慢一点 好 当我们进入系统了 那我们这边桌面上有个安装的按钮 点两下 进行安装 首先选择语系统 我们是翻题中文继续 键盘不改继续 我们这边把网路关掉 那有一些其他的需要手动安装的一些扩充套件 那我们这里会把它打购 先预设装起来 包括那什么DVD的code 或者一些 那清除我们把整颗磁碟机安装 ED2018MIT 好 继续 然后你在哪里 我们在台北 输入你的第一个安装的身份密码 那习惯懒得打密码 你就把自动登录打购 那你不想让人家随便登录 你就这里 需要密码才能登录 那这时候他就会很快的开始进行 系统的安装 包括硬碟的格式化档案的复制 还有开机系统的建立 现在是13点40分 大概1月末等个5到10分钟 他就会直接安装完毕 那这系统安装是相当快速的 那如果你想看他做了哪些动作 你可以把在这里点一下 他告诉你他现在正在做什么 那目前是正在把整张光碟的档案 复制到我们的音碟里面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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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DU-2018 MIT是采用MIT-19的作业系统 调教安装了各种不同的电脑上课需要的应用程式 包括了各种应用程式在里面 浏览器装的火狐狸还有Chrome 美工里面3D列印3D绘图 STL看图软体 Inscape GIMP都帮你装上去 软体开发里面Squatch 2 Offline Squatch 3也可以进行 还有Arduino IDE 电子电路 这些都可以使用 办公软体 LibreOffice S-Mine 外加Base 资料库方便在108科钢里面需要用到的 应用程式里面各种其他的相关应用程式都装了 那在管理里面我们也把所谓的每次还原 开关机还原这个方便你教室的管理 软体来源也调整到 那个国家高速网路中心的套件圆区了 经过大概刚才是40分左右 现在是44分 那我们就档案即将复制完成 所以整个安装过程大概约略大概是10分钟 从无到无安装约略大概是10分钟 相当快速 那一般我们现在为了环保 我们不建议大家把ISO烧成光碟 那会建议大家做成 开机随身碟来安装 随身碟安装的时候 档案读取的速度也会比光碟快一些 好现在是45分 那我们档案复制也即将结束 再来就是使用者建议还有开机持续的制作 这一部分速度会相当的快 最长等待的大概就是这5分钟左右的档案复制的时间 好 好 好 现在是46分 所以整个档案复制 约略它花了7分钟左右 如果从40分开始算的话 那输入法我们安装了F-CITS 一些基本常用的输入法 好 档案已经复制完毕了 那正在安装系统 那你也可以看它做了哪些动作 目前在设定套件源 我们安装的时候可以刻意把网络关掉 就是大概在这一块 如果你有网络的话 它会上网检查你的什么时区 那套件源那什么很多 那这通常都要多花一点时间 那基本上安装完你再上去做也可以 目前正在设定硬体 看有哪些Driver 是不是需要额外安装的 已经装完了 那Grab2是开机的套件 开机选单的套件 那我们目前设定的是UEFI开机 所以它会自动帮你安装到UEFI 好 已经安装完了 现在是48分 大概40分左右 装到48分结束 那这样重启 那这样EDU 2018 MIT UEFI的系统安装 已经这样就完成了 这样子就自动再进一下 好开完 安装完重新开机 好这样子看到欢迎画面就已经安装完成了 好这样子看到欢迎画面就已经安装完成了 不想下次开就把它关掉 好网路也正常之心 安装完毕 特别是 我们在标准了 我们下巴的标准了 就是我们下巴的标准了